时尚罪虐的姐弟恋,看完心都碎了。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暗恋很久的人突然有对象的辛酸体验,但这并不是最辛酸的最辛酸的事。 暗恋十年的人突然宣布结婚了,人家都不知道你喜欢他的。 但今天要讲的就是,千年前一个关于暗恋的虐恋故事,故事的主角,大家都很熟悉一个,是才高八的freestyle小王子。 李白偶像的偶像,曹植故事的另一位则是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,同时也是曹植的女神嫂嫂。 身机珍蜜,喜欢的人不仅要嫁给别人,而且对象竟然还是自己兄弟想想都觉得心疼。 这段虎逼的爱情虐恋要追溯到,公元204年,珍蜜出身名门,长得还倾国倾城三国有句俗话。 江南大小桥,河北珍蜜窍,有一种人叫,出身比你好,比你聪明长得比你好看还比你努力。 讲的就是珍蜜,那年十里桃花珍蜜迎来了代嫁的年华,本来故事发生到这里曹植和女神丁点关系都没有。 女神最早嫁给了袁绍的儿子袁熙,结果还没过上幸福的日子,袁绍兵败战死,被曹操看重带回了家。 万万没想到二十三岁的珍蜜竟然同时带走了两个儿子的心,一个是哥哥曹屁,另一个就是弟弟曹植。 像曹植这样长得又帅又有才华,当然是所有妹子心里的首选啊,曹植,都还没来得及和他哥。 开展女神争夺战,曹操就把珍蜜徐给了曹皮在乱世里喜欢又如何,即使是女神,也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,就这样心上人成了自己的嫂嫂喜欢的人,要嫁给别人是什么感觉? 就像西瓜最中间一勺被人挖走,雪糕第一口被人吃掉,明明看到红包却被别人领光。 曹植从此失去了坚持和寄托的对象,感情上,被抢走心上人事业上,备受排挤打压。 双重打击下逼的曹植,哼下了流传千年的freestyle即使和兄弟闹掰,但曹植什么也没争也没抢。 一直持续到公元220年,曹皮当上CEO那年真命38岁,曹皮33岁曹皮,开始嫌弃真命年老色衰,沉沦美色,不理朝岗,曹植很伤心啊,只能默默发了一条微薄痛,一旦而渐气,心叨叨已悲凉。 出夫妇,描写女子被丈夫抛弃,很凄凉,公元221年,曹皮到处拈花惹草,特别宠幸郭女王。 结果郭女王耍手段诬陷真命。 竟逼得曹皮刺死真命,死时批判覆灭,以康塞口童年曹植无故醉酒被骂,却携食者。 真命死的第二年曹皮更狠直接把真命睡的枕头送给了曹植,让曹植赌物思人,永远活在对真命的思念中,被失去心上人的痛苦折磨, 从而失去斗痴曹植在这场政治和爱情的斗争中,彻底败下阵来。 再返回封地经过落河之际,万念俱灰,堵物思人脑海不断翻腾着真命的种种挥笔,写下赶真妇。 以洛水女神形容自己心中的真命,后来名帝曹睿继位为庇母明慧,遂将赶真妇赐名。 洛神妇、曹植和真命这段几千年前的虐恋,纵使两情相怨,然而人神殊途中不能相知相守。 爱而不得是一种怎样的体验,大概就是我明明连一秒钟都没有拥有过,你却好像失去你一万次。 黄桑出品,喜欢作者的清奇闻风和脑洞漫画,欢迎关注,朕说。